嗨大家好,我是Stuffney 想多一步,先人一步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疫情期间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 我会拿出真凭实据的数字和亲身经历的感受 从一个一线从业人员的角度向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 不黑不吹,只说事实 这是大都地区成交量与往年同期的对比图 很明显,受疫情影响,4月份的交易量跳水 5月份有所回升,但仍然不及往年的一半 要知道多伦多的4-5月通常是地产经济最忙的月份 不过6月份的成交量又回来了,几乎坠了去年 那么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 4-5月份的时候房子真的很难买 我自己的listing几乎没有什么收益 我看过的所有房子,有几乎一半的经纪都会打电话过来follow up 询问我们购买的意向 有一些卖家急卖的,甚至会求着我们下offer 这些可以简陋的房子我通常也会分享在我的朋友圈 不过6月起,看房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 尤其是中下旬,大家又开始抢offer了 我自己就经历过18张offer来抢的情况 一个peakerin的小townhouse抢高了11万 朋友圈里我也有碰到26张offer抢的 那么很明显市场上的供给量和库存都不足 但是需求还是存在的 买家们已经按捺不住了 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要换房 终于拿到了身份要上车 回留加拿大要养老 小两口结婚要买婚房 这些都是刚需中的刚需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多地区的平均房价 与往年同期的对比图 可以看到6月份的房价已经大大超过了往年同期 甚至追平了2017年的房价 那么大家不要盲目乐观 因为抢offer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像Van Richmond Hill Markham Mississauga和Etobe Cook这些地方 这些区域主要是小房换大房的人 另外还有一些上车盘也抢的比较严重 那么原因主要是从7月1日起 CMHC收紧了对于首付低于20%人群的贷款保险政策 那么这部分人群被迫要在7月1号之前上车 大多地区周边买的有多火 Duntown就有多惨 尤其是一些新交房的楼盘 Listing扎堆 比如这个在疫情期间刚刚交房的The Bray 就在多大旁边 这个30层的衣食挂了37天 最后只卖了61万5 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 去年发的Eleven Yorkville 这个价钱连个4层的Studio都买不到 再比如这个Eton对面的Massie Tower 疫情前刚交的 这个34层的粮食只卖了76万 它本来是挂79万99百 本来要在6月23号抢offer的 结果反倒被人砍了4万 看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没有捡到漏损 损失了一个亿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目前Duntown的库存还是很足的 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 不妨跟我联系一下 时间来到了7月 往年的7月大家通常会去度假 好好享受一下夏天 然而今年的7月和以往可能有所不同 7月初 Listing马上多了起来 相信抢offer的情况会有所好转 市场也会更趋于理性 另外随着疫情慢慢好转 多了多的房市也会慢慢回暖 所以如果想上车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这个时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 我是Statney 想多一步 先人一步 咱们下次再见啦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